在我们2012年中国经济年度人物颁奖典礼的现场呢 马云和王健林先生的一次对赌 抛出了一亿元的天价赌局 就成为了很多人关注的一个焦点 我们不妨先从这件年度盛事说起 好不好 来回顾一下当时的现场 电商是一种新模式 确实非常厉害 特别是马云做了以后 大家要记住中国电商只有马云一家在盈利 而且占了95%以上份额 他很厉害 但是我不认为电商出来 传统零售渠道就一定会死 我先告诉所有的像王总这样的传统的零售 一个好消息 电商不可能完全取代零售行业 同时也告诉个坏消息 他会基本取代你们 我给大家透露个小秘密 其实我跟马云先生早就对这个问题 我们即使讨论学习也是在争论 我跟他有一堵 今天在这个公开场上说起来 2022年 十年后 如果电商在中国零售市场 整个大零售市场份额 占了50 我给他一个亿 如果没到呢 他还给我一个亿 光有勇气是不够的 尽管我们都需要勇气 在机枪面前 那个行义权八卦掌太极权是一样的 王建林先生说出这个一元的赌局的时候 你吃惊吗 你们之前有过一些私下的沟通 或者曾经就这个问题探讨过吗 对 其实那个前一天我们有过一个争论 然后他说赌 但没说数目 签了一个亿我也吓了一大跳 所以我觉得赌一块钱可以 赌一个亿 对着亿万观众面前赌一个亿 觉得你们这么好土 到底这赌局最后谁赢谁输 你自己多大的把握 这个我从来不跟任何人赌 就是没有把握的赌 这个是因为你不懂才会赌 说赌一个亿 十年以后 这个我觉得这个如果各位 还不认为十年以后 这个零售行业或者传统行业 会被互联网这个电子商务 冲击到百分之五十的话 我估计只是他在这个领域里面 这个刚刚进入而已 电子商务它绝对不是一种 一种生意模式 它是一种生活方式的变革 十年以后 结局只会比我们想起来更加可怕 因为它摧毁的不是一种商业模式 它摧毁的是一种旧的思考 它是一种社会的进步 所以是不可逆转 所以百分之五十这个赌 我觉得王健林还是不赌为好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